新冠疫情全球拉警报 国内周日又新增三例 境外移入确诊 英国甚至传出 新冠变种病毒株 可能增加70%感染率 传播速度更快更急 持续的一些境外移入案例 其实都没有看到 重症的一个出现 这说明了病毒 其实也许以后 真的会流感化 病毒它本身 不会太快去攻击 系统性的其他器官 不要产生免疫风暴 不要产生血栓的话 其实大家会跟病毒 和平共主的激励约约 虽然目前变种病毒 没有证据显示 会更致命或让疫苗失效 美国也已经接种 超过27万只辉瑞疫苗 但其中又有6例 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由于传出台湾首支 开达疫苗就是辉瑞 不良反应恐怕也会成为 台湾防疫工作的一大挑战 其实这些比例 都在可控制范围内 但是它的一个疫苗的保护力 到底能够从70几% 能不能够增加到90几% 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不然打了疫苗承受风险 但是保护力不足的话 或许这些人 还是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眼见英国 美国 以色列等国 都陆续开打疫苗 到底台湾何时有疫苗可打 指挥中心现在都还没有确定答案 不禁让全民对防疫部署 打上一个大问号 欢迎新闻杨阁 陈丽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